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界奇迷们纷纷盼着丁丽人在国际场上的再度出现 而今天视频就让各位网友们 先来回顾一盘丁丽人棋手生涯中的经典代表作 本次对局选自2015年的世界西洋棋锦标赛 起拍的正式现代世界冠军丁丽人 他走起C士兵 而持黑的是俄罗斯特级大师埃娜斯托 他走起小兵一流 人哥出骑士 黑方站起中心 白方驾起第四 黑方出骑士 白方叫缓 黑方叫缓 白方主教给签字 黑方小兵C6 此时驾成了后兵开局的半色大夫兵型体系 现在白方走起小兵一三准复活白颗主教 黑方主教一七给个解签 白方复活白颗主教 黑方连环骑士 白方也连环骑士 跟各位奇友讲一下 当时2015年世界西洋棋锦标赛 虽然距今已经有将近七年了 但是丁丽人在当时等级分已来到了世界前三 当时丁丽人等级分已来到了2782 而对手等级分只有2660 相差了近100分 所以这位黑方选手想说太可怕了 跟人哥战斗赶紧切残局 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比较罕见的骑士H5 想要赶紧把人哥的主教给交换掉 时时人哥接手 对方接手 黑方交换完之后白方后驾起第二 做啥呢 待会就会发挥用处了 让我们来看下去 现在黑方出骑士 白方驾起小兵F3 这什么思想 这个是后兵体系很常见的计划 借由F3兵准备支援E3兵占起E4兵 所以这时候后第二就是提前给这支E3兵生根的 时时轮到了黑色 黑色驾起居留 白方换位置 黑方换位置 白方先补一步保一万 随时准备给这支兵站起来 此时轮到黑色 黑色不敢把后放在保前面 所以选择的是主教一流 白方站起来 黑方交换 白方交换 黑方成保D8 此时轮到人哥 人哥先架起一步小兵B流 不给主教有威胁的机会 好 现在轮到了对手 对手选择的是主教巨士 既然这里没有机会威胁A2兵 他就换个计划威胁这支 什么思想呢? 准备黑方救药 主教派个皇后再派个城堡 对这个中心D4做文章 现在轮到人哥 人哥先皇后1-3 提前给这支兵升根 轮到了黑色 黑色驾起F6 白色小兵A4 对手皇后B4 准备碰个兵 轮到人哥 人哥顺理成章 主教回撤宝个兵 现在对手 主教交换骑士 人哥交换 对手骑士后退 现在双方对局致死 白方架起了两支中心悬兵 而黑方其实按照开局观念 就应该试着对这个中心悬兵施加压力 现在人哥 城堡D1 开始支援中心悬兵 此时轮到黑色 黑色应该按照观念 赶紧复活骑士 什么思想呢? 未来准备就要对中心悬兵 试着挑战看看 好比这手宝D7 好比这手蝶宝 好比这手骑士炸个兵 虽然这些造法目前都不会出现 但是黑方还是因着按照观念 试着挑战白方中心 然而此时的对手 却没有这样做 他选择的是后17 想说先给F6兵派个人保护 现在人哥看准时机 看准你黑后回家的时机 准备一手后C3 什么思想 未来如果黑方没有任何回应 白方准备就要冲击B4兵 怎么说 因为只要冲击B4再冲击A5 把骑士轰走 只要骑士一走 继续强行补A6 破坏黑方的ABC兵链是吧 如果黑方选择冰敲冰 白方可就要后敲冰过去了 准备就要敲A6敲A7了 就算你城堡改个后威胁 白方只要顺势一个后S 就看住这只C2主角了是吧 所以现在后C3的威胁很明显咯 而黑方也知道 赶紧补一手A6兵 不想给你冰A5到A6 现在轮到人哥 人哥继续趁胜最急 骑士往前翻 现在对手赶紧避开这条斜线 人哥后C3的目的已经完成了 既然黑方阻止了 他就换个计划 换到一个后H3 这个做啥呢 准备就要后配骑士 准备踩G6兵哦 这个签字准备带抓3 黑方可就瞬间爆炸了 所以黑方特打赶紧阻止一个 皇后F7看着这个兵 现在轮到人哥 人哥趁胜最急 85第3 城堡的横向移动 现在对手 对手骑士C8 想说赶紧连环骑士守护者 现在轮到人哥 人哥先补一步B4 时时轮到黑色 黑色太讨厌这只骑士了 讨厌到很想把这只骑士赶走 于是走起了小兵局武 然而 这时候局武兵恰恰却是 黑方的加速灭亡的造法 怎么说 让我们来看下去 现在人哥趁胜最急 主教给个跟 跟主教打个后代先手 黑方赶紧退后碰个兵 碰个兵顺便还小兵威胁骑士 各位旗友这边不妨暂停一下 来思考看看人哥走什么好骑呢 好的 各位旗友你们想到了吗 人哥他除了残局世界顶尖之外 另一方面他的计算能力 也是恐怖如是啊 实战中 人哥走出这首后H6 这什么思想 思想就是 人哥已经把后敲冰 跟冰敲骑士的所有可能变化 人哥全部算到了 怎么说我们来模拟一下 如果现在黑方敢接受这只人哥的气骑士 白方准备就要一手城堡H3横向移动配合皇后威胁H7兵 这里可能气球就要好奇 黑方岂不就一个破敲冰顺便看住吗 但是白方准备趁身最紧 爆炸冰引力 如果你后继续闪 想说打个王 人哥就继续一个保挡 如果你白方这个挡住 黑方想说后1是继续看着 人哥准备就要后H4继续打 如果白方这个打 黑方回撤 人哥继续打 如果黑方再回撤 想说就看着H7 应该不会有事 但是 人哥这边指出 只要一部主教A2 再一手主教B1 黑方的后壳就被活活打死了 而这些计算 人哥全部都在脑海中 在走出后H6之前 全部都算到了 所以他走出后H6之后 黑方也不敢选择冰锹骑士 黑方选择了死后翘兵 此时轮到人哥 人哥趁身最急 爆H3 现在我们也了解到了 冰锹骑士是完全没戏的 稍早给各位已经完美的模拟过了 而这些模拟 也就在人哥的头脑里 全部都算完了 所以实战对局 黑方选手他也不敢敲这个骑士 他选择的是赶紧走骑士 赶紧过来加强保护 然而 连这手骑 人哥都算到了 人哥一手 主教C2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不就是宋主教吗 是的 这就是一个牺牲主教 而且你黑方必须吃 你不吃就掉吼了 黑方实战一吃 人哥一挡 各位 是不是挡住了 黑方是不是无奈没救了 是的 黑方无奈 如果选择后敲骑士之间调后 这个局面白方可就必胜了 所以实战对局 黑方赶紧飘后 此时轮到人哥 人哥趁胜最紧 后敲兵 对手飘往 人哥闪及丑后 对手无奈 继续飘往 人哥丑后 此时对手 象征意义的走了一回合 冰锹骑士 人哥将军 对手飘往 人哥换宝 对手交换 人哥敲兵 对手挣扎 人哥一挡 对手看到这里受不了 直接投下 对手 对手